我們今天要上的東西我覺得還蠻重要的啦 就是大家已經都會寫網頁了嘛 對不對 然後那個之前的課程我們交到這個Google Charter跟D3.js 那大家一定覺得Google Charter跟D3.js的這個圖片特別屌啊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試著把它 但是這個東西它有個缺點嘛 就是印在paper上面它就不可能會動了嘛 對不對 所以說就是你總是要設計一個介面讓人家動嘛 對不對 那你設計一個介面讓人家動 像我們之前是直接給人家一個HTML5 對不對 這還是感覺有點low up 對不對 所以要如何跟這個網頁結合就非常重要 好我們來看一下今天有教哪些好不好 好今天我們就是先複習一下簡單複習一下這個 就是Google VS Example這些東西啦好不好 好我們先把檔案讀進來 好 第15課 讀進來 好讀進來以後我們來試一下啦 就是這個可以弄出一個這個 PyChart嘛 對不對 我們來試一下 好 這個是不是一個就是標準的這個就是圓餅圖 對吧 可以接受吧 應該 這個應該大家都會畫啦好不好 就在下面這裡 好那我們現在來講啦 其實其實你畫出PyChart 這個沒有什麼了不起的 也不是說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啊 這邊我不知道有沒有同學以後這個 就是可能畢業之後想要做就是資料視覺化的工作啊 什麼叫資料視覺化的工作我大概跟大家介紹一下啦 就是 呃 舉例來說 舉例來說醫院裡面它可能有非常多這個品質指標對不對 可是每個月要更新一次 那每個月更新一次不是每個月就要出一次報表嗎 這樣太麻煩了 而且這是每個月你可能還可以每個月出一次 每天更新一次你覺得有可能嗎 不可能嗎 對不對 所以你要設計個儀表板 這儀表板上面可能就隨時 假如說在急診室的門口 就寫著 欸 現在有幾個人在等 它的這個 減商1減商2減商3減商4減商5的比例分別是多少 對不對 就在門口讓人家看 這個時候你就需要 你就需要類似這個PyChart啊這種東西 的協助啦好不好 好那我們這邊介紹一個我覺得比較厲害的 好不好 比較厲害的就是這個用 Cox Proportional它的Model 然後把這個預測線把它畫出來 這個用 Cox Proportional它的Model 用那個GoogleChart畫預測線 這個我們 之前就有學過了嘛 對不對 我們來試一下 好這個是我們把一筆Data把它叫進來嘛 對不對 然後這個 這個Model是不是就是 使用Edge來預測這個 就是 來預測存活時間的這個 就是 這個東西對不對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使用Edge預測存活 存活的東西 我們如果要把它換成這個 預測線的話 要把它換成預測線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要怎麼來做 好不好 來這邊有一大串語法 這一大串語法 我們講 我們 我們稍微在黑板上面 解釋一下 這一大串語法到底要做什麼 好不好 就是大家這樣比較了解 這個Cox Proportional它的Model 是什麼東西 就是 各位同學 Cox Proportional它Model 它跑出來有個東西 好我們現在看前面這個式子好了 好請問這個式子是不是這個 HT 哦 第1個時間點的 這個 它除以H H H0 T 它等於 等於後面一大堆對不對 然後這個是LN 等於 我們把後面那大串叫做 LP P好了 有這麼容易睡著嗎 好 來 這個 我可以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這個 如果你把這兩個東西一起取 Exponential的話 大家看一下 我們要 Xt H0 T 它就等於 還是蔡蘭翰也知道了 我們不知道 H0 T 好 不知道 H0 T 什麼東西 大家可能現在沒有什麼感覺 H0 T 就是這個 H0 T 就是這個 就是 平均來講 平均來講 在某一個時間點 它的死亡率是多少 讓大家懂我意思嗎 好 不過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東西 它其實不是死亡率 但是它跟死亡有點像 它叫Hazard 這個Hazard 是介於0到無限大之間的數值 是介於0到無限大之間的數值 這樣可以吧 數值越大 就代表 危險性越高 既然它叫Hazard 那數值越大就代表 危險性越高 對不對 那我怎麼把 Hazard這個數值 Hazard這個東西 轉換成 這個 轉換成 存活率 來我們來看 這個東西 數值越大代表 存活率越高 然後它 代表死亡率越高 對不對 所以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因為它現在是介於0到 政府限大 對不對 所以如果我們把它 取一個 就是 取一個LOG 0到政府限大 喔 先加一個負數的話 它是不是到了 負限大 到0 增加一個負數之後 它是不是就是負限大到0了 這樣可以接受吧 然後我再對它 這邊加負號 但它取LOG的話 LOG負限大是不是0 然後在這裡是不是1 這樣可以接受吧 如果對它取LOG的話 是不是0 0取LOG是不是1 這樣可以接受 那負限大取LOG多少 是0 對不對 欸 那我們剛剛講了 這個 0到負限大 我們把它 方向弄對好了 這裡是死 這裡是活 對吧 可以接受吧 那0到負限大 然後這裡是1到0 好 所以代表什麼意思呢 這個取了LOG之後 這個東西 這個如果越接近1的話 就代表越好 對不對 就代表survival越高 所以你的survival的那個連續圖 就是 你在畫這個圖的時候 假如說你看 t等於 t這個時間點的時候 你的存活率多少 你就直接看這個數值 你hazard轉換過來在這裡 它可能對應到 80% 那就代表你當下的存活機率是80% 這樣知道了吧 取了負號再取LOG 就是存活率喔 可以接受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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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我那麼燦爛幹什麼 你..你不知道是不是 太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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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坐前面點啊 我覺得還蠻清楚的啊 你的眼睛 你的眼睛 你的眼睛出現在什麼問題 右邊都還看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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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80的圖在這裡 喔80的圖真的是看不太到啊 好不好 我想說右邊蠻清楚的啊 好 那這個不重要了好不好 我們現在只知道一件事情 這個理解這些東西當然很好啊 對不對 那不理解其實影響也不是很大 不理解有個缺點 就是如果今天齁 你那個工作的時候 我看你們這些人 畢業了之後 留在這邊工作的機會也不是很高啦 好不好 你工作的話有可能不用R語言嘛 對不對 那沒有R語言 誰幫你算Cox Proportional Model 沒有人幫你算 那你就要自己幹喔 那你要自己幹的話 那如果你要寫一個儀錶版 你就需要用到Cox Proportional Model 那你又不能用R語言 那你就只能靠自己啦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千萬不要覺得 千萬不要覺得這個 Cox Proportional Model 是一個非常常見的東西啊 我就很懷疑Python裡面有沒有啊 可能是沒有啊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要怎麼做啦好不好 好你要做的話 首先你就是要把Bestline的Hazard 把它求出來 BestlineHazard這不難求啊 這BestlineHazard基本上就是 基本上就是 你在R語言裡面 你用這個Function 你就可以把BestlineHazard把它留下來啦 好這個就是BestlineHazard 在第某一個時間點 它的這個Hazard多少 它的Hazard多少 那我只要知道 我現在的 我現在的Hazard Ratio有多少 乘上BestlineHazard 我就可以得到每一個時間點 我個人的Hazard 對不對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個接著我們要怎麼做啦 好不好 好我跟大家講啊 就是其實大家 這些程式碼 你只要一直複製貼上 你就可以得到了 好不好 好我們來看一下 總之就是在這裡 Edge等於50嘛 對不對 這個東西顯然是需要改的 對不對 好我們全部大家 弄過來 全部弄過來的話 現在這個東西 我們把它Plot出來 Plot 它的Time Rate Type 等於L 這個東西就是 這個東西就是 這個 就是在不同時間點 這個人他的存活機率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可以接受 好你可以接受的話 我們繼續來看一下 我們要怎麼把它Apply到 這個APP上面 好不好 來 來這一個 你用這一串語法 剛剛我是直接畫在這個圖上面 你用這一串語法 可以直接畫出一張 欸當下存活率 而且可以拉喔 可以拉這件事很重要喔 欸你們知道這件事 代表什麼意思嗎 等一下我們APP做完之後 我再跟大家講 代表什麼意思好了 好 好那接著我們把這個APP寫出來 來UI非常簡單 這個UI啊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UI 好我們就來一個買APP 好這個UI夠簡單了吧 這就是一個空白頁 然後有一個 slider input 然後再一個html output 就這個樣子而已 那我們看server端 好server顯然很複雜吧 但是問題是 到底為什麼那麼複雜 我們來看一下好不好 到底在複雜什麼 來 首先 我們要先求到 Basedline hazard 對吧 可以接受吧 這個是Basedline hazard喔 Basedline hazard 求完以後 我們在裡面 要做predict 然後直接把這個predict predict的survival 把它畫圖畫出來 然後把它print出來 來注意喔 注意在這裡 它是html output 跟RandomGVis 它的組合喔 這樣可以接受吧 這GoogleVis 你如果要用Shining跟它組合的話 你需要用這兩個函數的組合 好我們來試一下 大家來看一下這個 這個 這個應用程式 神奇的地方 欸看到了嗎 我現在50歲 它有一個預測線對不對 我把它改成 欸它是不是死亡機率變高了 好這個有趣吧 而且你可以 你隨時手點過來 你還可以看它 你還可以看它 每個時間點的死亡率 除魔率對吧 好這樣大家知道 這個東西可以拿來幹嘛了吧 如果你熟悉的話 未來啊 你在做碩士論文的時候 你如果 想要做預測模型 然後你是要用 Caxe performance Hara model 做預測模型 你預測出來的東西 你就可以讓 你是不是可以在這邊 讓使用者輸入 堆有的沒的東西 那輸入完了之後呢 它就可以算出 欸 你就可以根據 它的這個輸入的參數 算出它的這個 呃 它 就是每一個時間點的存活率 對不對 欸這個很重要喔 這個 這個等於說 就是讓你的這個 結果有個很好的呈現嘛 對不對 這樣可以吧 好我想這樣的研究 也不是太難做了 好不好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 就是 練習衣要做什麼了 好不好 來我們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剛剛這整套流程喔 來等一下給大家練習一下 這整套流程全部弄完 包括從建模開始喔 好不好 來建模開始 你遇到什麼問題 來現在我們說 我們現在在這份data裡面 大家看這份data 除了edge以外啊 它還有這個 它還有這個rx 這個東西 這是個類別變相 這是個類別變相 這樣可以嗎 那這個類別變相啊 欸你可以在這裡啊 你現在的這個model 你現在這個model只有 只有用edge建立嘛 對不對 對吧 那你的model只有用edge建立 如果你的model啊 可以再加上 那 那這樣的model是不是多了一個變相 是不是多了一個變相 對吧 我們先不管它有沒有顯著啦 好不好 總之就是我可以加變相 那我加了變相以後 我這整串model是不是要改 然後改完之後 畫圖這裡 是不是也要做一些相對的改變 不過要改的地方似乎不多啊 因為 不管是edge還是再加多少變相 最終它都是可以成出一個hara ratio 整體的hara ratio 那剩下的部分都是一樣的 對吧 可以接受嗎 那剩下的部分都是一樣 但是因為你多加了一個變相 你是不是要在這裡 讓使用者多一個變相可以選 這樣可以接受吧 多一個變相可以選 那因為那是類別變相 所以你要加radio button 好所以我們的練習大概就是這個樣子啊 我們 講一下我們的關鍵啊 我們這個練習小節的關鍵 並不是要你真的了解 Caxe Profession Hara Model 他是怎麼做的 也不是要你真的會算 什麼best side hazard啊 那些有什麼 重點只是說 未來假設你要用 Caxe Profession Hara Model 來建這個 這個預測模式 並且你想要寫一個APP 讓使用者輸入參數 可以得到答案 你至少要會加 你至少要會換data 然後會加變相 對吧 這是最基本的要求了 好就這個樣子 我們來給大家練習一下 好我想所有人應該都把這個 基本的圖都畫出來了 因為複製貼上可以弄出來 所以不難嘛 對不對 現在的問題是 來這個 這一個 現在這一大串語法 這一大串語法 這是練習一嗎 好練習 這一大串語法 是不是就是加上Rx這個選項 這樣懂我意思嗎 欸前面都是 前面的這個 這裡都只有edge喔 對不對 那在這裡加上Rx這個選項之後 我們來全部複製貼上 我們來看看 它有什麼效果好不好 好你們有沒有注意到 再加上這個Rx之後 在這裡 new data這裡 是不是50 Rx等於1 這裡是不是就有 就有這個 就有定了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我們全部複製一次喔 好這是Rx等於1的對吧 好那我們現在把這個1這裡改為2 好這兩張是不是長得不一樣 可以接受吧 欸可是 這張是不是有點太麻煩了 對吧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下面這一大串語法在說什麼勒 欸這個 我剛剛只有edge嘛對不對 我現在又加Rx 那我加Rx之後 在這裡我是不是Rx等於1 對吧 所以我要把整個 整個東西把它放到我的app上面去 這樣懂我意思嗎 如果你先加一個太簡單的話 再多加2個嘛對不對 好不好就這個樣子 好我們今天非常的感動啊 我好像很少看到 大家的練習題都會做啊 這 非常少見啊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情啊 是不是代表大家成長了呢對不對 那這個 這不重要啦 我們來看一下這題到底要怎麼改 好不好 來 我跟你講喔我們是原版的啊 我們這還不是 這完全沒有改過的 我們來看一下到底要怎麼改好不好 來 好首先我們要加個變相嘛對不對 那我們先看一下這筆data裡面有什麼變相 好這邊後面還有三個嘛對不對 那我們就加Rx好了 剩下我們就懶得加了 好那怎麼加呢 你就在 鍵model這裡 你直接把後面加個Rx 這樣這個model是不是多了一個變相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這個model多了一個變相以後 你在UI端這裡啊 你要必須多給他一個變相 radio button 好Rx Please Select 好就1跟2給他選 這樣可以吧 因為這裡是1或2嘛 對不對 所以就1跟2給他選 好這裡給個豆點 然後在這裡勒 欸我們本來啊 Edge這裡嘛對不對 我們把它加上 Rx 等於 Input Rx 好了這邊需要特別注意的是 radio button的輸出啊 是一個文字 所以我們要把它改數值 這樣可以吧 要怎麼改勒 as numerical 好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出來了 欸 這是會連動的對不對 好這應該蠻簡單的 好有一個問題 這個 這個我們如果還想要再多加一個新變相 這樣可不可以 也是可以喔好不好 來我們來看一下 要怎麼多加個新變相好不好 來再繼續加 那我們這裡是不是再給他一個 好是不是這樣就加好了 是不是蠻簡單的 你看這個也會連動 雖然他動的比較少 但是他還是會連動 對吧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所以說 大家應該就是要寫出這個 就是用Cox Proportional 然後他model寫出一個預測APP 應該覺得不會太難吧 對不對 這個 欸真的很多 我是真的覺得很多研究可以拿來用啊 好不好 這個 相信希望 大家以後再考慮碩士錄文的時候 欸我們上課 教這個東西教了那麼久 好像都沒有人拿來真的用在碩士錄文上面啊 我們就覺得有點遺憾啊 雖然我們老是覺得這東西其實是可以用的 好 欸怎麼了你說什麼 仁漢說他想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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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漢離你這麼遠 你也可以聽到他講話 你們之間有什麼 有什麼小秘密嗎 那我差不多要用 真的喔 好啦 聽起來真的是有點怪怪的 好不好 來我們繼續來看一下 我們今天另外一個重點啊 我們今天另外一個重點啊 是這個 大家 大家在學這個 就是 大家在做這個 網頁應用程式的時候 總是不免的 欸未來你可能會做到 要具有分析程序的這個應用程式嘛 我這邊舉個例子來講啊 欸我們 我們先跟大家簡單的介紹一下 這個 到底儀錶板是什麼東西啊 好不好 就是 這個真的是一個 我可以跟你們講啊 工會所畢業之後的學生啊 這個如果說啊 如果說不走AI 好不好 我們就先不要談AI 因為很久以前沒有AI這個東西嘛 對不對 很久以前最好出路啊 就是做儀錶板啊 這個 做儀錶板到底在幹嘛的 就是 你們在做這個 你們在那個 呃 大部分那個公司啊 或者是單位啊 在做什麼決策的時候 總是希望有素質 可以輔助我下決策嘛 對不對 好我們就這邊隨便舉個例子啊 主要說我們想要把這個 把這個就是 學校 學校老師的這個 呃發表情形把它畫出來 對不對 並且 因為有時候 這個 有時候 長官可能想要根據 又在不同的條件之下 做篩選啊 所以你是不是就要做一個 互動式的 介面 讓對方可以選說 欸 我只想看男生 欸我只想看女生的排序 對不對 欸我只想看三年內的排序 欸我只想看什麼的排序 那有一些 勾選啊 選啊那個圖表就會改變嘛 對不對 那那圖表是不是馬上要 根據勾選 勾選只是把RAWDATA做了一個篩選 對不對 但是產生 從RAWDATA到產生圖表 這中間是需要一些運行時間的嘛 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吧 那有時候啊 這個運行時間會非常的長 有時候 有時候會非常的長 那這個 如果很長的話 那 使用者按下去之後 就會發現 欸好像不會動 就覺得 欸你的AP是壞 這樣懂我意思嗎 那所以為了要 避免這個問題 就需要給他加上個進度條 這樣懂我意思嗎 欸各位 各位碩士班同學 你們未來如果這個 如果下個學期的AI學不會 好歹 好歹做做這種工作吧 對不對 這出路也是不錯的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這個要怎麼做啦 好不好 來我們先看一下這筆測試檔案 好這個測試檔案是 Microarray DATA 這個 搞了半天我們還是 會接觸到Microarray DATA 對不對 來看一下 這Microarray DATA長什麼樣子 欸 好 欸這個Microarray DATA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邊是有非常 這是不同的樣本 這是不同的樣本 然後下面這裡啊 是不同的這個探針 這個數字越大 這個數字越大 就代表 這個他的基因表現率越大 數字越小 就代表基因表現率越小 那我們今天啊 要看看 在 ALL 跟AML這兩個 這兩個sample 這兩種sample裡面啊 他的哪一個 哪一個 探針 他的表現量差異最大 我們就想做這件事情 好我們來看一下 那Y是什麼咧 Y是不是就是這個 把它做一個文字的切割 ALL 或是AML 對吧 可以接受吧 那X呢 X就是一個大矩陣 這個全部這個 就是 我們每個都要做 一個roll 一個roll 這樣可以接受吧 那我們要怎麼做咧 來 我們需要把 result的t text 然後repeat的na nroll 次 然後呢 就 做回圈來做嘛 對不對 來 他是不是要跑一陣子 注意了 他跑一陣子嘛 對不對 那我們平常在 I語言裡面 遇到這個要跑一陣子 我們不知道他到底 有沒有在做的時候 我們是怎麼做的 我們是不是 這t text u text 好不好 這u text我就不示範啊 只是把t text的感應物有cox text的嘛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那我們平常 在I語言裡面 要做這一創 我們是怎麼去看進度條的 是不是這裡 來pb pb txt progressbar 然後max 等於nroll x 然後 這個style story等3 好 txt progressbar pb i 好這樣子的話 我們是不是就可以看到進度條 在跑了 欸這個 這個是不是差別蠻大的 好我們現在要在 阿語言裡面 抓上進度條 我們來看一下怎麼加上進度條 好不好 好這完整的程式嘛 好我們現在來按下run喔 大家來看一下這個程式來 來 這個程式首先你是不是要先上傳一個檔案 對吧 上傳 好上傳完了以後阿 我們選擇個t test或u test 我們就選t test好了 然後阿我們再start to analysis 這邊是不是有個進度條 好 那就是告訴我說正在進行中嘛對不對 這樣大家懂我的意思嗎 那正在進行中 進行完了之後 他就會把答案秀出來了 所以你這個 這個東西他特別在哪裡 第一個 喔這個pvalue 喔我就只秀前10名好了 好這就是前10名的探針 這樣可以接受吧 那這個 這個 你還可以download result啦 好不好 那這整個 運行的模式 我們來看一下 UI端 UI端非常簡單 標準的 page with sidebar 然後 那個head panel file input radio button 跟action button 這個 UI要刻出來 大家應該會覺得非常簡單吧 應該不至於覺得太難 對不對 我們來看server端 首先先把檔案讀進來 這個檔案讀進來 是只要檔案上傳了 我就reactive 直接把它 讀進來 讀進來之後下一個是 下一個是我要分析嘛對不對 可是分析我要給他event reactive 要按下去之後才 才開始執行 按下去之後先把data叫進來 data叫進來之後 重點是這一行 來 with progress 然後messenger是什麼 in process 然後這一行 跟這一行是一夥的喔 這一行跟這兩行 把這一串語法夾住 這一串語法 是不是我們的 這一串語法 是不是就是我們剛剛分析的那一大串語法 還有中間 來 progression bar怎麼給咧 來這裡 in progress 1 除以 n.pro 每一次前進 1 這樣懂我意思嗎 每一個回圈 就前進1 這樣可以接受吧 每一個回圈就前進1 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可以把 我們最後出來的這個result 就是那個table 對不對 後面你只是把這個table秀出來 或者是把這個tabledownload而已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這個應用程式是不是不難 如果我要增加 progression bar 其實只是要 在整個程序裡面加上這一行 這個 用這一串程式碼 我們再把它delete掉清楚一點 用這一串程式碼 把你要 做回圈的部分給它包住 這樣可以接受嗎 然後咧 回圈寫完之後 在這裡 加上你的 in progress 這樣可以吧 就這麼簡單而已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如果這個很簡單之後 我們來看練習二要做什麼 練習二啊 來看著喔 這是決策術 我們希望你做出一個 憑空打造出一個分析軟體 這個分析軟體要做什麼 來這是決策術 決策術拿來做什麼 來 一個data 你給他一個output 然後 接著 請讓他所有的data 所有的變相 都讓他去測試 看看哪些變相跟outcome的觀 看看哪些變相跟outcome的觀 那最後他就可以畫出這張圖 舉例來說我要去用IRS的資料 去看看什麼樣的東西可以去區分出 花的種類 他最後就發現 你要依據這個路由去做 首先先看這個是花瓣的長度 再看花瓣的寬度 光貝豪這兩個變相 你就可以把這個三種花的種類 把它分得非常乾淨了 這樣懂我意思嗎 分到這裡顯然就是這一種花 分到這裡就中間這一種 分到右邊就是最右邊這一種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所以你的APP 要寫出一個規格如下 1.可以允許使用者上傳一個資料表 2.讓使用者區分哪些變相是連續變相 哪些變相類別變相 3.讓使用者選一個異變相 4.讓使用者決定哪些變相要進入決策數進行分析 5.讓使用者決定數的最大深度顯著水準 在這裡決定 6.設置一個按鈕按下後立即分析 7.設置一個下載鈕 讓使用者能夠下載這張圖 好有沒有蠻複雜對不對 聽起來很複雜啦 欸其實我跟你們講喔 以後如果你們未來有機會做程式設計 你的使用者大概提出了 你使用者能夠提出這樣這麼完整的虛構給你 你應該要非常感激了 這樣懂我意思嗎 這個 那你現在試著把這些東西一個一個 把他的按鍵啊 他哪些地方要把它刻出來好不好 這個顯然就是File Input 對不對 File Input 然後這個東西 那大概就是Select Input 對不對 但是要選Multiple 選哪些類別變相對吧 好 接著選一變相 Radio Button 或者Select Input Single的Select Input就可以了吧 對不對 哪些變相要進入決策數進行分析 這個大概是Select Input的Multiple 對不對 Multiple版本 好 使用者決定數的最大深度顯著水準 給兩個Numeric Input就好了嘛 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吧 設置一個按鈕 有一個Action Button 在後台 用Event Reactive 去把整串語法把它弄出來 最後Return一張Tree Plot 對吧 Tree Plot 用Plot Output秀出來 並且給一個Download Button 就這麼簡單 這樣可以吧 好我們給大家練習一下 好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 一開始要 做這麼複雜的任務 大家 一定是 我看大家的做法都差不多 就是往 去前面找 可以抄的東西嘛 對不對 這非常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前面可以抄的東西有什麼好了 那 我可以跟大家講啊 基本上在這裡 呃 就 剛剛我覺得 就是 減少抄的那個東西還不錯 欸減少抄的是哪一個啊 練習二答案 好 我們就練習二答案開始 好不好 好 好沒關係 我們先 我們先練習二答案開始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這個這個分析什麼 欸 這個分析是不是 首先你Data放進來之後 他先問你要不要用判例資料嘛 對不對 有用跟不用對不對 那 無論怎麼樣 我都可以選一個 Dependent Variable 跟 Independent Variable 可是問題是當然啦 在這裡 我們要的 我們選擇的 Independent Variable 不會只有一個 因為絕特數他不只有一個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這裡要擴展 對啊可以接受吧 那這裡咧 這裡當然這裡我們似乎 其實 我們不需要 選這個圖 跟這個 correlation嘛對不對 我們在這裡應該要改成他那些控制參數 對吧 可以接受嗎 好 然後 然後 我們如果是上傳Data的話 我們來給大家看一下 欸 我沒有下載過那份Data 啊 好 那 好了不管了 這個 這個我們現在來回頭來改一下 好 首先我們先看一下 在這裡啊這個 呃 我們這邊是用ReadTable嘛對不對 不過我們的範例檔 我們的範例檔是一個CSV檔 所以我們要把它改成CSV檔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啦對不對 這邊就改read.csv就好了 read.csv 這樣可以吧 那把它改read.csv的時候啊在這裡 在這裡 在這裡 在這裡他就不是這個東西了 欸 我們偷偷看一下 我偷偷看一下答案好不好 在這裡 好 text.csv 好 那這樣子的話我們就可以 我們就可以把那份檔案上傳上來了吧 對不對 我們先我們再看一次 好 yes 好 這是不是 是不是可以讓我選這些有的沒的了 對不對 好我們選egf 改成選svp 他是不是就可以做一些 之前那些分析對吧 好現在 現在我們要做什麼呢 來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UI 選了dependent variable之後 我們最重要的是還要選independent variable嘛 對不對 那independent variable在我們的這個程式裡面 是哪裡 是不是在這裡 choose columns 這裡 要選independent variable嘛 對不對 好我們就在這裡選independent variable 可是啊 我們本來的independent variable 他是select input的 然後他所 他可以接受的是 那個 他不是multiple的input 都可以接受嘛 他只能夠選一個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在這裡我們要給他選 在這裡是不是multiple multiple 要等於true 好你現在選上來之後 這裡你是不是可以選多個 好選多個之後下面爆掉這個無所謂 因為我們下面沒改嘛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吧 但是這裡是不是可以選多個了 對吧 可以接受嗎 好 在這裡 在這裡我們要多一個 就是我們還需要選擇一個什麼東西咧 我們還需要選擇哪些是連續哪些是類別嘛 對不對可以接受吧 好那我們來看 那我們這邊就直接給個3啦好不好 那我們這邊選個3啊 然後我們在server端要做什麼咧 來 我們就複製這個 好但是啊 現在變成X 所有選到的X 所有選到的X 我們都要請他選擇 哪些是 那個 就是 categorical categorical variable 那這裡寫 c好了好不好 這裡選c 那所有的 我們就是在inputX裡面選 同樣可以選multiple 我們再做一次 來按再run 首先 我們在這裡是不是可以選 example data 怎麼這麼不給面子 喔這裡 這裡要改3 這裡忘記改了 因為他這邊有兩個2 所以他東西就出不來 這樣可以接受 好一樣 來先選擇 example data 然後這裡我們先選1 2 3 這裡是不是可以選 desease跟death 他是 他是這個 是不是 是這種variable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 欸不過 在這裡喔這裡 dependent variable 他其實也可以是類別變相 對不對 他其實也可以是類別變相 這樣可以接受嗎 所以說我們在這裡 除了 inputX以外 我們也讓他選inputY好不好 好這樣子 這樣子的話 這樣子的話 是不是我們就可以 所以我們再做一次 好在這裡我們是不是可以選 欸哪些是類別變相 我們是不是就可以選了 包括 連 Wider都可以選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在這裡我們是不是要輸入兩個 兩個 按照我們剛剛的這個 tree的這個 tree的這個 練習 我們是不是要讓他選這個 tree的這個東西 tree的這個東西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要怎麼做啊 好我們把這裡改 從radio button 改成這個 numeric input好了 slider input 然後 他的 最小值 最小值是1 最大值是5好了 然後 value 等於 2 default等於2好了 就這個樣子 然後95%現在的區間 是不是這個 這個東西對吧 那我們就把它改成 assign assign 好他可以是numeric input 然後呢value value我們就 default value我們就寫 0.95 好這樣可以接受吧 那這樣 是不是東西就進來 我們再做一次 run 好沒什麼改變 但是這裡是不是多了 多了一些東西可以選 這樣可以接受吧 啊這些字我就不改了 好不好 這字 沒有這麼重要 我就懶得改了好不好 好接著呢 接著你既然這些東西都選好 你是不是可以進你的分析了 這樣可以接受吧 那我們來看分析要怎麼進 你前面這三 前面這邊都不用鳥他了嘛 對不對 好進分析 進分析的話 我們來 我們把那個圖 我們把它弄成一個 好 tree plot 等於reactive 好首先我們先把data給叫進來 然後如果data不在 或者是data isNum y不在 或者isX不在 或者isInputC不在 那我們就什麼都不做 這些東西都有了之後 我們才開始做 那開始做了以後我們要做什麼咧 來 首先data subdata 等於 data裡面 然後只需要留下 input y 跟input x 對吧 沒有不屬於的話就不用了嘛 對吧可以接受這件事情吧 只需要input y跟input x 好接著 for i in e to length c 為什麼咧我們要做什麼咧 如果 好就input c就好了 我們要把所有input c 跟 跟這個i 跟這個 變相有關的 被我們選到 我們都要把它 就是我們都要把它變成類別變相 這樣可以接受吧 這個是 我們要把它變成類別變相 這樣可以接受 好那接著我們就可以做我們的那個數了嘛 對不對 然後我們把我們的數 把它放下來 好 return 好我們就return result就好了啦 return result等下後面再把它畫出來就好了 return result 好那這樣子我們這裡是不是可以把這個 input y把它放上來 subdata 裡面的 input y 來 然後對所有的變相都做 然後在subdata裡面做 然後這裡是不是 input的 然後跟input的 好這樣可以接受嗎 啊這樣 return這個result出來之後 這個tree tree 這叫tree.result 好了 這個tree.result的結果 是不是就可以拿來 直接把它print出來看看它的結果 先不要畫圖嘛 先把結果print出來 好我們看一下結果 好 yes 我們要分析data 好然後我們隨便選一個 我們隨便選一些 variable 然後有一些是連續有些類別嘛 來 呃 類別類別類別 欸沒有c3這個函數 喔因為 因為我沒有那個library party 好再做一次 好delice 然後 然後有一些是類別嘛 欸找不到物件subdata 這個太不給面子了吧 這個太不給面子了吧 這裡我不是產生subdata了嗎 欸這裡這裡發生什麼事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可以用這種方式來 我可以用這種方式來檢查到底資料哪裡的地方出問題了 欸怎麼會找不到subdata 這裡 這裡一直都是data吧 不然我這邊return data好了 不然我這邊return data好了 所以該不會就是打錯 Return這個單字而已吧 欸有有有subdata 有data 有data 所以剛剛真的只是打錯那個字嗎 還是找不到subdata 到底哪裡出錯啦 那我直接把subdata弄出來這樣可以嗎 欸有啊 欸有啊 明就有啊 他給我 搞成效欸 好成竹我哪裡打錯了 看不出來哪裡錯了 神奇欸我再一次再一次 欸 那到這裡還是有啊 所以就是這串出包了嗎 這一串有問題嗎 這一串有問題嗎 欸 真的就是這一串欸 好啦不然我們來不然我們來 我們寫正規一點好了 past s.formula past 0 input input y 好那這樣這裡鐵定是可以了吧 然後接著 data 我們就用subdata 這個subdata不應該憑空消失啊 missing value missing value 喔 忘了喔我知道我知道為什麼了 因為 因為這個這個tree裡面他不可以有 他不可以有missing data 我想起來了 好所以說你需要你需要給一個這個 好apply 我來 好這樣就是去掉這個missing data的意思啦 好不好 這樣應該就可以了 哎呀真是不容易啊 真是不容易啊 現在終於有 現在終於有這個 好終於有結果了 真是不簡單啊 好不好 好啦那 那這樣子有結果以後 我們 後面就比較簡單啊 因為要去掉missing value 好不好 所以我的 我寫了一大堆 搞了半天 終於看到了正確的提示 就是 不可以有missing value 好不好 我看一下我的答案裡面應該 也是有去missing value 這個步驟啦 哦在這裡 我有去掉missing value這個步驟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好那這個 這個 那我們現在這個result出來了以後 後面就比較簡單啊 上面有 那plot也很簡單啊 plot就只要把這個tree result 把它弄下來 然後最後把它plot出來就好了 好我們來看一下啊 好我們要預測 我們就預測EGFR好了 哎呦這個多多一個這個東西 難怪他爆了 好你可以看到就是 反正這個東西就出來了啊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那所以說我們大概就是 我們大概 練習 今天的練習大概就是這個樣子啦 好不好 我們來再看一次 呃我們就DEX好了 預測DEX 然後把一些變相把它變成類別 好然後這個 如果你說速化不出來的話 你就把這個信頼區間改低一點 信頼區間改0.5 哎0.5還不行哦 0.1 那鐵錠就是會畫出來啊 這樣懂我意思嗎 就是不顯著而已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那 所以我們 大家知道大概我是怎麼開發的嗎 這麼複雜的一個程式 我是怎麼開發的 其實就是找前面的 我們已經有印象的東西來繼續改 這樣懂我意思嗎 那你越做越多 你腦袋裡面知道的東西就越來越多 這樣懂我意思 這樣可以吧 那你能夠寫出來的程式就越來越複雜 所以大家現在要回去啊 要做練習啊 其實就是試著去多寫一點東西 呃什麼東西你就試著把它寫APP 這樣子 未來你就要應用的時候 你就馬上可以想到 欸我可以用什麼改 那改一改東西就出來了 這樣可以齁 好那我們今天上課上到這裡啦 那我給大家練習一下 就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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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